我们先大概跟报告做一下 就是说今天我们先把这个议长的事情先讲在前面 因为这个议长跟后面的这个发展都有关系 那么就在我们刚刚开始节目之前 大概在一点十几分左右 一点快不到一点半的时候 这个共和党在众院的共和党就宣布 他们已经可以推出了一个新的议长候选人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Steve Scalas 这位从路易西安娜来的这个众议员 那么现在是今年58岁 他们刚刚被这个推出来 然后可以去竞选这个新的议长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地方 我们大家跟大家报告过 这个议长原来的议长McCartney Kevin McCarthy加州出来的 结果被自己党内的这八个同志 八个这个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 把他推翻掉了 在整个这个院会里头 这个选举的把他推翻掉 推翻掉之后呢 基本上整个众院就没有人了 就找不到人了 现在找了一个代理的议长 叫麦亨利 这个代理的议长 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权力 那么共和党呢 现在就内部赶快开会 赶快开会 他们要找出党内的一个主要的代表 来出来作为一个议长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已经拖了一阵子了 为什么呢 这样McCartney这个下来之后呢 他就指定了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麦亨利 作为代理议长 然后呢 在党里头的不同派系 现在两个派系 各自去推举 他们自己的这个候选人出来 所以在这个比较保守派的 他们推出来了 这个叫做Jordan 这个Jordan是Ohio的众议员 那么现在是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那这个Jordan这个人呢 现在有好几点重要的工作在做 其中一个大家比较关切的是 他在主持有关于 对拜登总统的这个贪腐 家族贪腐的这个案子的这个 这个弹劾的这个调查 所以他最近在从9月份开始 在举行这个听证会 所以他在这个方面 大家有那个这个 就是说等于说 这个反对这个拜登的人 有很多的期望在他身上 那这个Jordan呢 基本上他是川普的 前总统川普的主要的这个盟友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川普本来是说 在礼拜二 就是昨天他要到这个国会来 国会来这个共和党里面 他们开这个内部的党团会议的时候 川普要出来讲话 支持这个Jordan 后来取消没有来 所以这一段保守派这边 是处于这个 这个处于推出的Jordan 在比较开名票 比较温和这一派呢 就推出了就是我们刚刚 现在讲的这个Steve Scarlett 这个人这个这个人呢 是原来麦卡锡的这个副手 二把手 就是在众院里面多数党 也就是共和党里面的这个 多数党的领袖 等于是第二把手 那么其实这个 这个现在这个人呢 是这个Scarlett 基本上跟麦卡锡 两个人是基本上不太对盘的 他们两个是不太对盘的 在今年一月 他们刚刚形成这个 这个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 这个在众院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放话出来了 这个Scarlett 跟这个 对于这个麦卡锡有很多抱怨 这两个抱怨主要主在于说 就是每一个人啊 其实你都大家都知道 这个 每一个这个 这个众院的这些众议员啊 他们跟选区都有些交代的 比如我这一次相选之后呢 我在这个众院里头 我会提什么相关的民生法案啊 或者是相关的国防法案等等 所以我会 不然我就要跟别人联署 提一些法案 即使这些法案不能通过 但是我要跟这个 自己的选区的选民有个交代 所以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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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卡锡是 基本上他没有找另外一个人 他退来之后 他没有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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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接他的棒 请他做代理议长 所以这里头大家已经看出这个味道出来了 好了那这两派的人呢就开始互相在党里头拉票了啊 开始拉票 那各有这个这个各有这个千秋 所以呢这个拉票一直要到了昨天晚上还看不出这个看不出这个到底是谁赢谁输 昨天晚上大概才6点钟开始呢 就是这个共和党里面他们这些议员啊 在众院里头这些议员他们自己关注我们开秘密会议 开秘密会议讨论你支持谁你支持谁 然后最后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但是基本上大家都不对外面说啊 只能那如果如果是开这种秘密集会的话呢 这表示什么 表示说党里头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大家愿意共同推举的人选 所以才要开这个会议互相来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个做法拉政见拉什么这些 等于说吵吵闹闹的这个关注门啊 那这表示没有真正的一个共主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一直拖到 所以大家心里都知道说哇那这个议长就麻烦了 这全部出来了 所以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本来这个议程已经排好了 就是今天早上10点钟10点钟要开始投票 要开始投票 所以今天上午看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大家进去投票的时候呢 基本上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不知道谁会最后出现 所以到了这个谁起来在这个开票的过程 而这个开票是这个投票过程是秘密投票的 就是他们其实党里头也是秘密投票 不知道谁投谁的 最后呢变成是130113票 支持这个Skallis出来选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99票 是支持这个Jordan出来选的 换句话说这个川普支持的这一派呢 基本上是败下来了 然后这个Skallis这个比较代表温和派的这一票人出来了 那么Skallis现在呢就是在 就是按照议程来排的话 就是今天下午 就礼拜三的下午10月11号的下午 那么众院呢就要开始就这个 就是这个Skallis的这个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新议长来开始投票 那么民主党这边呢会提出他的人选 提出的人选当然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 他们的自己本身的这个党领袖 就是这个Hakim Jeffries Jeffries是从纽约州出来的 就刚刚纽约市 这个纽约市里头的这个众议员出来的 所以两个人两榜会开始投票 那么在现在 总共众议435票 多一票两票 这种情况下 但是因为共和党 基本上有两个人没办法投票 因为缺席啊 还有这个位置是基本上是空的 所以呢 原来啊原来是要218票才能够过了218票的话 才能够当选这个新的这个议长 那么现在可以降一点 就变成217票 只要217票过的话 那么就可以当着新的议长 那么你这个多数党呢 就可以先决定自己要的要的人选是什么 所以照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如果能够通 能够开始举行投票 而且通过的话 那么共和党他自己 他现在大概有222票 221票 那么221票 换句话说 他大概只能跑掉4票 跑掉4票 那么照目前情况来讲的话 大概会跑掉1票到2票 1票到2票 所以共和党呢 可有很可能 如果没有 没有再有太多的意外的话 有可能今天下午呢 或者傍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议长 但是这个包票 大家都没有把握 都没有把握 其实我们理论上这么说 因为如果大家记得 今年1月初的时候呢 这个刚刚下台的这个麦卡锡 他的票就投了15次 15次 因为党里头有很多人 条件没有讲清楚等等 没有谈好 没有谈拢 所以这个票投了又不算 投了又不算 投了又不算 投了15次 那么背后的这种协商啊 背后这种所谈谱的交易啊 什么这种东西 才最后让麦卡锡上去了 那麦卡锡上去了之后 当然有一个问题就很严重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里头强了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就是说 只要有一个众议员反对你 反对这个议长 反对这个议长的话 那么这一个众议员就可以提案 提案他就可以 就给大家表决 那一表决事情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会 沐以成舟了 那么就是这一次 因为这个条款 变成这个佛罗里达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极端保守派的这个众议员 Gate 他就一个人提案 提案之后就付诸表决 表决之后就把麦卡锡干掉 所以这个是危险条款 那么现在上来之后呢 先不要把这个危险的条款 一人即可罢免 众议长这个事情呢 就要把它修掉 所以这个也是考验 考验现在新上来的这个情况 新上来这个议长 假定这个斯卡利斯 要上来当议长的话 那么第一个 至少众议院这个共和党就有一个 有一个头了 有一个事情可以 就法定上来讲 可以拍板决定 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可以提法案 可以提各种不同的这种人事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命案 任命案都可以提出来 当然现在其中两项 三项其实最重要的 一个是现在如何马上 针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况 要批准一些相关的这个军援 军事援助 第一个 第二个 已经吵了个半天的 有关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要马上要决定 要不要给他钱 第三个 就是还有12个 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 到2024年的新预算 这个预算要赶快决定 这个万人赶快决定 其实这个预算本身 这个预算本身 看来问题不太大 问题不太大 因为这个基本上 都已经谈好了 因为几个重要的国防预算 还有国土安全预算 基本上已经在前面 已经通过了 只是这个版本 中约通过之后 参院要不要接受的问题 在这里 那么这个是大概 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说 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紧急 因为整个以色列的情况 在乌克兰的情况之下 这个情况下 我们把美国的内政 先放一边的话 那么这两件 对于外国的事情 就是直接涉及到 美国在海外的信誉 跟美国的国家安全 还有整个世界的 这个格局的变化 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说一切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可以 今天下午就有个决定 但是如果说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决定 共和党里头没有办法决定 还要往外往里头拖 因为里头还有很多这些派别 在共和党里面 众院里头派别 还是有些因素 没有办法化解掉 那这里头谁来出来化解 私下怎么谈话 会不会又造成一些 新的私下案盘决议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不知道 所以就众院来讲 这个预算的严格 已经可以推到 11月的17号 这之前还有前政府还可以运作 那么在这之前要解决这么多问题 我们这另外附带一句就是说 想想看如果麦卡锡 如果麦卡锡的前面这个议长 他没有把自己的议长的位置顶上去 顶上去 让政府不要关门 让政府可以10月1号以后不要关门 可以继续运作 他自己把议长赔上去了 但是联邦政府并没有关门 可以说这个 这个麦卡锡是帮了这个拜登一个大忙 那是第二次帮他忙 帮了一个大概大忙 使得美国政府还能够继续运行 那么想想看 如果今天美国政府是瘫痪的 你没有钱 没有发钱 没有预算 那么今天这个以色列这个面临这个哈马斯的攻击情况 那你可以想看这个美国基本上是陷入瘫痪 因为你没有钱给部队 你没有钱发想给联邦的员工 所以这个对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危险 结果幸好没有发生这个情况 好 那我们把这个共和党这边的事情 大致上做一个交代 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只是用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报告 那么今天晚上会不会选出结果的话呢 那明天就看世界日报 还有这个跟随这个世界新闻网了 随时会有最新的这个发展 好